班长生日时 我紧紧出去接了的电话 回来就看见女友和班长贴着身子热舞 同学们目光一致地看向我 以为我会发火 我一笑说 房间都给你们开好了 快去把女友却皱起眉头 生什么气 难道你就没错吗 距离杜龙海和柳如妍贴身热舞 已经过去了三天 我始终也想不通自己有什么错 又错在哪里 只知道那颗仅剩一丝吃热的心 已彻底冷却 反倒是柳如妍 今早像个没事人一样 主动找我说话 递给我两张演唱会门票 近两年 她一向如此 给我的补偿 取决于刀筒的有多深 我患得患失 我总觉得离自己开柳如妍活不了 所以每次吵架冷战 假若柳如妍一直不吭声 我就会心烦意乱 最后主动道歉 只有当柳如妍工作上需要我帮忙 才会向我勾勾手 温柔地说句好话 而我会欣喜若狂 一瞬间原谅她任何错误 恨我自己太没用 只知一味地退让 妄想维系这份孤独的爱 但现在 我望着桌上两张演唱会门票 竟心如止水 平静到了极点 即便对方是我最喜欢的歌手 即便曾经我多次梦到和柳如妍一起去了演唱会 但现实往往很残酷 柳如妍说不喜欢吵闹的地方 要我一个人去 但杜龙还每次邀请柳如妍去酒吧 KTV演唱会 柳如妍都欣然前往 还会精心打扮 光挑衣服 都要挑三小时 事后 杜龙还总会发朋友圈炫耀 好似他们才是情侣 我只是个意外 我难过得吃不下饭 气得上火起泡 柳如妍不多做解释 只说我想太多 内心太脆弱 晚上 明明约定好了 柳如妍又没现身 我没再像曾经一样 给柳如妍打电话发消息 默默拿起一张演唱会门票走出家门 人这一辈子 不能一直做提线木偶 虽然下着大雨 也抵不过现场无比热烈的气氛 将我那颗星 以另外一种方式点燃 到了点个环节 我幸运地被抽中 与最喜欢的歌手合唱 果然 当一个人下定决心改变时 好运总会来临 我看完演唱会 想去商店买瓶水 却在转角处 看见杜龙海和柳如妍 还嗅到浓浓的酒气 下着雨还专程来找如妍 瞧你小心眼的样 如妍今晚喝得很开心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他出半点意外 杜龙海勾起嘴角 略带挑衅地对我说道 紫辰 今天 柳如妍红唇微起 刚要说话 我却抢先道 不用解释 时间还早 可以来个下半场 祝你们玩得开心 像今晚这种柳如妍失约 去陪杜龙海的情况 我并不意外 因为重演过太多太多次了 但只有今天 我没有发火 也没感到委屈伤心 淡淡说完一句话后 便转身离开 萌萌细雨砸在我脸上 既洗刷着我曾经的屈辱 也迎接我的心声 我没走多远 一辆出租车忽然停在我身边 接着 后车门打开 里面坐着柳如烟 上车 我们谈谈柳如烟说道 我点点头 一上车 柳如烟就开始解释 你别多想 之所以没陪你看演唱会 是龙海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合作 但龙海酒量不行 奇怪 我不吃醋 不生气 柳如烟应该高兴才对啊 怎么非要拽着我解释 以前他从不会主动解释 都是我先提出聊一聊 可怎么沟通 都没用 他只会不断躺护渡龙海 我只会越来越生气 最终情绪崩溃 好在 我放下了一切 懒得多想原因 再次打断柳如烟 平静地回道 杜龙海对你确实很重要 尽管去帮救世了 柳如烟似乎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不由地愣住 我不多话 拿起耳机听歌 停车 柳如烟声音冷了下来 我知道 他生气了 因为我没顺着台阶下 更没在外人面前给他面子 车停吻 徐紫辰 有时候你真该反思自己有没有错 是不是心眼太小了 柳如烟撂下一句话 摔门而去 帅哥 要追吗 司机问道 不用了 我摇摇头 自嘲一笑 呵 又让我反思 或许我唯一的错 就是太恋爱恼 没早点放手 回到家 我洗漱完就睡了 不似从前那般孤零零坐在沙发上 望着时钟等待柳如烟回家 还得不到什么好脸色 许是心中无牵挂 这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一觉到大天亮 却也没见到柳如烟在身旁 我习惯性地赖床几分钟 刷了刷朋友圈 就看见柳如烟凌晨的朋友圈 是一个视频 柳如烟和杜龙海 以及几个闺蜜在酒吧里喝酒之头子 欢声笑语的 果然 没了我的阻碍吵闹 他玩得更加开心 只是 我不会像从前一样吃醋发疯 打电话问他为什么 现在我非但不嫉妒了 还故意给柳如烟这条朋友圈点了个赞 然后起床去上班 我是一名数学老师 今天课比较多 几乎把柳如烟抛到酒消云外了 换作从前 即便在忙 我也会挤出一点时间 给柳如烟发消息 刷刷存在谈 但凡柳如烟回一句 我都很高兴 哪怕他说 别烦我 傍晚 我下班到家时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十分刻意地欣赏着 无名指戴着的戒指 龙海送我的戒指 真好看 他嘴里念叨着 吴飞又想吸引我的注意力 但我直接无视 禁止往书房去 打算写一份调动工作的申请 徐子晨 柳如烟急了 三步并两步地拦住我 举起戒指 簇没问道 你没看见我的戒指吗 看见了我点点头回道 那你没听到我说是龙海送的 柳如烟追问道 我微微一愣 从他手中拿过戒指 你要干嘛 别乱来 不能扔 我可喜欢这枚戒指了 柳如烟条条柳眉 立刻又摆出了高傲的姿态 一如从前 喜欢玩弄我的情绪 戒指很好看 你好好戴着 别弄丢了 我说着话 就把戒指戴在柳如烟的无名指上 然后平静地走进书房 其实我进门第一眼 就认出戒指是杜龙海的 因为杜龙海发过朋友圈 说是国外定制 价值数十万 其实地摊两块五 一看就是塑料 除此之外 杜龙海一身形透 许多都是假的 送给柳如烟的礼物 也多为以次冲好 我提醒过柳如烟 他不信 我本以为是柳如烟天真单纯 直到一次杜龙海送给柳如烟一块玉配 价值五十万 结果 鉴定是假货 最多价值五十块 我兴奋地拿着鉴定报告 给柳如烟看 可他偏一眼就扔进垃圾桶 笃定地说 假的又怎么样 我喜欢就行那一刻 我才明白 为什么我送的钻戒 柳如烟随意给了闺蜜 为什么杜龙海送的破烂 柳如烟荡成宝 原来 真假并不重要 原来 只是爱乌极乌 也因如此 那时我心中无比恐慌 害怕柳如烟离我而去 重新投奔杜龙海这个初恋怀中 所以变得更卑微 是我太傻 是我太天真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写完申请表 从书房出来时 柳如烟早已没了踪影 显然 我一而再地拒绝他给的台阶 他更加生气了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在意了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四处寻找他 然后他在街头双臂抱胸 冷冷地俯瞰我 听着我一句又一句对不起 如今 我只会像昨晚一样 顾好自己 更何况 我已经打算离开这座城市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像我的父母一样 去偏远山区之角 从小 我就佩服父母 梦想着要当一名老师 为更多孩子 提供学习知识的机会 后来 我成了老师 却也坠入爱河 为了柳如烟 拴住了自己的腿脚 每天的心思 都在柳如烟身上 想着给他做什么饭菜 想着怎么讨他开心 想着给他买什么礼物 想着帮他优化教案 甚至替他去培训机构上课 总之 一切的一切 都为着柳如烟转 浪费如此多精力 换来了什么 柳如烟的忽冷忽热 渡龙海的挑衅炫耀 我的情绪崩溃 常常无心上课 抑郁不振 而今 终于可以沉淀自己了 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说了自己的想法 孩子 山区条件很苦 不似城市繁华 你想好了吗 父亲问道 我想好了 您和我妈都能坚持 我一定也行 我笑着回道 世俗纷乱欲望总迷人眼 山区郁郁葱葱 充满了向上的生机 是大自然最好的良药 丰富我的精神世界 更何况 身体再苦 能有天天遭受精神折磨苦吗 至于父亲 为什么不提及柳如烟 因为柳如烟 一直不让我跟家里说 连续好几天 我和柳如烟 都没有说过话 我再没有起早给她做饭 也没有晚上伺候她洗脚 不必因她悠行 过得那叫一个轻松 学生们都说我气色好了很多 这天早晨 又是柳如烟摔门而去 我仍然没理会 但刚到学校 就接到柳如烟闺蜜 打来的电话 兴许的 你还是不是男人 居然这么欺负小烟 不爱了就直说 搞什么冷暴力 你有这个资格吗 闺蜜气势汹汹 劈头盖脸的一阵问罪 难道杜龙海生日那天 我的意思不够明显吗 我反问过后 就挂断电话 并静音 整理一下资料 去见教育局的领导 商量支教事宜 回想柳如烟闺蜜的话 我只觉可笑 怎么 我连冷淡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热脸去贴冷屁股 局里领导对我很欣赏 跟我说了很多 告诉我去哪支教 当地风土人情 学生有多少 条件怎么样 国家给多少补贴 足足聊了三个小时才结束 在我添加领导微信 方便联系时 陡然发现同学群里 发起了一项实名投票 假设柳如烟单身 你愿不愿意追她 发起者是柳如烟的闺蜜 杜龙海直接表态 如果给我个机会 我愿意守护如烟终生 其他同学也纷纷起哄 纷纷艾特我和柳如烟 柳如烟没有露头 我知道她在默默亏评 因为以前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在我气得跳脚 要大家别开这种玩笑时 柳如烟才露面说一句 开个玩笑而已 有什么好生气的 那么当真干嘛 你要好好反思自己 然后柳如烟还会打电话 骂我一顿 我会跟她争吵 再之后 闺蜜同学齐齐劝架 久而久之 我竟成了班里心胸最狭隘的人 这次 我没有在群里说话 只是与众同学背向而行 投了不愿意一票 瞬间 群里炸开了锅 我靠 徐子晨竟然选了不愿意 他是闹脾气 还是认真的 消息刷屏 我懒得多看 打算去办公室收拾东西回家 过两天去支教 就在我要把手机放进兜里时 柳如烟打来了电话 果然 要打电话骂我了 但接听后 柳如烟不似之前那般怒气冲冲 反而语气温柔 紫辰 今晚一起去唱歌 把布了我直白地拒绝到 换做以前 甭说柳如烟邀请我去唱歌了 哪怕说跟我去散个步 我都能高兴地蹦起来 总比眼巴巴看着柳如烟 和杜龙海一起出去玩 一起互动的要好 而现在 我没兴趣了 一切都随风去吧 你听我说 今天唱歌是家长们提出的 他们要我一定把你带上 要当面感谢你 柳如烟私事有些急 语气也快了许多 那好吧 我这才答应 之前暑假 柳如烟工作的培训机构 缺少一位数学老师 于是叫我去代课 但不给我一分钱 我尽心尽责 开学考试摸底时 那些孩子成绩都提升了一大截 很多家长都给我打电话道谢 说有机会一起聚一聚 如今正好趁这个机会告个别 柳如烟的闺蜜 不是指责我不说清楚吗 那么今晚彻底挑明 晚上 我提前十多分钟 刚到KTV包间门口 就听到了熟悉的歌声 推开门一瞧 只见杜龙海正在与柳如烟对唱 唱得那么深情 笑得那么幸福 看起来 他们才是一对儿 我反倒像得不速之客 极有可能 柳如烟跟我的想法一样 都打算在今晚摊牌 正好 彼此挑明 免得再纠葛不清 徐老师 你终于来了 等你好久了 几个家长注意到我 赶紧起身跟我打招呼 原本还在高兴唱歌的柳如烟 赶紧放下了麦克风 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之色 如烟 你怎么不唱了呀 杜龙海不满的撇撇嘴 旋即才假装刚瞧见我 笑着说道 我怕冷场 就跟如烟唱首歌 活跃一下气氛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无论笑容 还是话语 都充满了十足的挑衅意味 我知道杜海龙是故意的 想如同之前一样 惹怒我 跟他发生剧烈争执 然后 他又摆出一副绿茶的委屈模样 躲在柳如烟身旁说 自己只是好心之类的话 柳如烟就会紧紧地 把杜海龙护在身后 昂起高傲的下巴 指责我欺负人 心言小 还会要我当众给他道歉 最终 只有我沦为小丑 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 现在我累了 我懒得争风吃醋 淡淡回道 当然不会 你们唱得挺好 多来几首说完 我就寻了个 距离柳如烟较远的位置坐下 杜海龙显然没想到 我不争不抢了 所以顿时一愣 接着嘴角扬得更高了 甚至用得意忘形 来形容都不为过 柳如烟则是错愕地正在那 嘴巴微微张着 但没能说出一句话 家长们看看我 又看看柳如烟 神色都有些尴尬 好在几个服务员 端着果盘进来 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来 徐老师 吃点水果 一名家长把果盘递到我面前 顺势问道 你和刘老师是不是吵架了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哪有隔夜仇啊 其余家长点头 都想做何事了 杜海龙见此 按捺不住的数落我说道 徐子晨 你一个大男人 也真够小气的 不就是如烟 没陪你去看演唱会吗 瞧把你委屈的 都跟如烟冷战好几天了 像如烟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别人做梦都想要 你反而不珍惜 该反思反思了 话里话外 竟是阴阳怪气 特别是最后一句反思反思 像是帮柳如烟说的一样 多大点事啊 下次再去呗 两个人相处 要互相多包容包容 没错没错 大家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 家长们连忙劝导 紫辰下周我陪你去外地看演唱会 柳如烟终于开口说话了 但和外人一样 压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点 没空我回到 气氛再次嘎住 安静地掉落一根针 都能听到响声 我低头吃着水果 不顾柳如烟 及旁人的目光 情侣相处之间 争吵是难免的 不包容磨合 怎么走到白头偕老 可这份包容 应是相互的 而非单方面的 应有底线 而非意味退让 在两年之前 我从未对柳如烟大声说过话 纵然柳如烟将我辛苦筹备 三天的公开课交案删除 我也没法脾气 即使在杜龙海出现后 眼看两人走得越来越近 我感受危机 也是找柳如烟谈心沟通 可有用吗 答案是没用 柳如烟把一切温柔 都留给了杜海龙 我吃醋生气 柳如烟会嫌我烦 要我反思 杜龙海吵闹耍脏脾气 柳如烟则会耐心安慰 就像红小朋友那样有耐心 假如在座家长 经历了我身上的事 又能忍受多久 那我给你唱首歌 柳如烟打破沉默 拿起话筒 唱了一首爱你 音准节奏很完美 还是那么好听 曾经柳如烟第一次 拽着我去KTV时 她就唱了这首歌 只不过 此刻爱的对象已经变了 等柳如烟唱完之后 刚刚兴奋无比的杜海龙 故意把话筒递给我 说道 徐子晨 你也来一首杯 我很清楚自己唱歌五音不全 杜海龙想让我在家长们面前出丑 但我还是接过了话筒 因为我是来告别的 歌就不唱了 宣布一件事 我要离开这座城市 去山区之教 各位 有缘再见 我起身说道 包间里又一次陷入了长久的安静 柳如烟美眸原争 呆呆地看着我 表情肉眼可见震惊 奇怪 我走了 他们不就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吗 柳如烟为什么震惊呢 是被我抢先提分离 没能再次践踏我的自尊 所以感到失望吗 旋即 包间里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家长们起起给我鼓掌 然后对我一通夸赞 我也没再多待 跟家长们聊几句 就以收拾行李的借口 先走了 但我刚到楼下 柳如烟就追来了 刚刚你说的都是气话对吗 柳如烟粉拳紧钻 盯着我问道 不是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没提前跟我说 非要在这种场合宣布 你一定是故意气我 对不对 柳如烟猝起眉头 追问道 我的事 和你有关吗 我淡淡反问 柳如烟一愣 似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略微不太好看 其实那句话 是柳如烟以前跟我说过的 因为柳如烟经常喝酒 风到深夜 所以我担心柳如烟安全 让他少喝点 别玩太晚 早点回家 他冷着脸甩出一句 我的事 和你有关吗 我气得不行 我们吵了一夜 然而柳如烟依旧我行我素 还跟杜海龙半夜骑摩托飙车 大概 我只是一个教书的 给不了他这种刺激吧 如烟 你干嘛呢 咋能把家长撂在那 快跟我回去杜龙海追到楼下 一把抓住柳如烟的手 但下一秒就被甩开 我有点头疼 先和紫辰回家 等等我会在家长群里解释清楚 你也回家吧 柳如烟说的 真的吗 你该不会骗我吧 杜海龙一听 立马咳咳嘴 露出委屈巴巴的表情 要是你骗我 那我会很伤心地 瞧着查理查气的模样 我都看腻了 但偏偏对柳如烟极其奏效 每次杜海龙这么做 柳如烟都心疼得不行 听从杜海龙的安排 如果换作我 那又是另一种结果 柳如烟会指着鼻子骂我矫情 然后我自己回家待着 曾经 我对人难以忘怀初恋这一说法 嗤之以鼻 但现在 我深信不疑 杜海龙宛如那轮高悬天际的弯弯明月 静静地悬挂在那里 深深地埋藏在柳如烟的心底深处 而我不过是一只 侥幸沐浴过雨露的蝉 即便竭尽全力的歌唱 也无法令他心动 无论我怎样努力 都无法与那轮明月相媲美 然而令我意外的是 柳如烟竟板起脸 数落几度海龙道 海龙 别在这瞎闹 我真要回去休息一下 改天再一起玩吧 好吧 周诗诚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失落地垂头丧气 似乎想引起柳如烟同情 奇怪的是 柳如烟拽着我扭头就走 等上车后 就对我说 今晚我没叫杜海龙来 恰好在KTV碰见了恰好 那可真是太巧了 不过 这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点了点头 就戴上耳机听歌 柳如烟没有像上次那样 摔门离去 而是默默开车 时不时地通过后视镜 偷瞄我 倒是令我有些不自在 以前柳如烟压根 不会注意我 偶尔我聊一聊学校的趋势 他还嫌我烦 特别是杜龙海在车里时 直接把我当空气 今晚倒是很奇怪 但这一祸在我脑海中 只持续了几秒 就烟消云散 算了 想那么多干嘛 还是听歌吧 到家后 我静止去了书房 打算把书分好累 然后游寄到支教的地方 但还没忙活一阵儿 柳如烟就端着一杯咖啡 走了进来 笑着说道 刚回家就一头钻进书房 是不是要准备叫爱啊 我给你冲了一杯咖啡提神 对了 里面没加糖 只对了牛奶 与其似春风拂过 我诧异地抬起头 才发现柳如烟那目光 也温柔似水 多么令人怀念啊 曾经这样柔青似水的眼睛 是我心中最美的星星 可我上次看见 是在什么时候 已经记不清了 同样 也不重要了 谢谢我简单回一句 便继续低头整理书籍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书了 难道真要去支教 柳如烟语气有些颤抖 嗯 后天出发 我没抬头 柳如烟也没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听到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书房有张小床 我收拾完之后 随便拿起一本书 然后往小床上一躺 也许是今天太累了 逐渐有了困意 在我迷迷糊糊中突然脚步声 是梦吗 随着淡雅的玫瑰花香 钻入鼻腔时 一切变得真实起来 我感觉有人紧紧地拥抱着我 温暖又柔软 连彼此的呼吸都能感受到 柳如烟已经很久很久 没这样抱过我了 最近一次拒绝我 是在半个月前的傍晚 我头疼脑热一天 吃了药浑身没力气 就问柳如烟 能不能抱我一下 他却一把将我推开 又甩了个白眼 可转头 杜龙海打电话来 说自己流鼻涕了 他就马不停蹄地 去照顾杜海龙 那一天 我气得浑身发抖 满脑子都是柳如烟 和杜龙海欢声笑语的画面 可现在 柳如烟主动靠过来 我竟然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因为心已经凉了 紫辰 我知道你没睡 柳如烟在我耳边 呼着热气道 我微微皱眉 爬了起来 冷淡地望着柳如烟说道 能不能别打扰我休息 紫辰 我想和你一起睡觉 柳如烟 寒情默默地回道 看起来情真意切 但又似乎是假象 我早已分不清 也懒得去分辨 你我之间 已经 还没等我说完 柳如烟突然捂住耳朵 疯了扳得到 不听不听 我不听 说完 他就跑了出去 可有些事情 不听就能解决吗 逃避就能混过去吗 哎 一旦消散 便会消声匿迹 只剩一段 不愿提及的回忆 第二天 我伸着懒腰走出书房 就看到柳如烟 早已做好了早餐 三明治煎鸡蛋 和蔬菜沙拉 快来吃饭 我好久没做饭 手指都烫伤了 柳如烟举起自己的右手 食指和拇指 果然有几个泡 抽屉里有烫烧膏 自己抹 我随口回了一句 就去洗漱 柳如烟没再说话 可能是想起了 曾经也对我这么说过 那次 他带闺蜜回家吃饭 闺蜜为刁难我 点名要吃几个大菜 我并没有做过 又不想让他失望 更不想给他丢人 所以我看视频 边学边做 虽然成功做好了菜 但手掌烫伤一大片 等闺蜜走后 我告诉他 想得到一声安慰 结果柳如烟十分嫌弃地 要我自己抹烫伤膏 还说杜龙海怎么样怎么样 我洗漱完 拎着书去寄快递 柳如烟拦下我 问道 吃了早饭再去呗 你不是最喜欢吃三明治吗 他说着 把三明治递到我嘴边 其实我最不喜欢吃三明治 我更喜欢豆浆油条包子 胡辣汤 我淡淡的 什么 那 之前你每天都做 柳如烟神色一正 因为你喜欢吃 我说完 便绕过柳如烟 继续向外走去 旋即隐约地听到抽气声 却也没有回头 推开门 阳光照在我的脸颊上 温暖着我那颗曾经淋过冰雨的心 这样 真好 我寄完快递 又去了一趟学校 跟同事们和孩子们告了别 又在外吃了个饭 到家时 已经是中午了 柳如烟居然没有去上班 反而做了一周的菜 手指上也多了几个窗壳贴 我做了你喜欢的糖醋排骨 宫宝鸡丁 柳如烟笑着向我介绍 我却依然平静 回到 我吃过了柳如烟顺势没了精气神 像是双大的茄子 念而得不行 以前柳如烟可是学院有名的校花厨娘 参加过比赛 拿了一等奖 我当时坐在台下 深深被柳如烟迷住 但所有感情 全部藏在心中 因为柳如烟之所以那么努力 是为了抓住杜龙海的胃 但自从杜龙海跟他分手后 他就再也没下过厨 为爱封厨 多么深情啊 而这种为了取悦杜龙海 却最终失败的手段 柳如烟又享用在我身上 未免太过可笑 我回房间收拾东西时 翻到了一个相册 打开一看 是我和柳如烟的照片 但也仅仅只有一张 当初买相册 是想记录和柳如烟美好的点点滴滴 但柳如烟说没意义 也没拍过几张照片 所以相册就闲置了 不过柳如烟和杜龙海的合照 那可是多倒数不过来 也许我早该明白 自己只是柳如烟用来消遣计谋的工具 叮咚 随着门铃响起 紧接着我就听到杜龙海的声音 如烟 你为什么把我微信拉黑了 是不是徐子晨逼你这么做的 姓徐的 别当缩头乌龟 是男人就出来说清楚 我重回客厅 望着恼羞成怒的杜龙海 但莫说道 我没有逼他有些事 真的很好笑 明明我都放手了 怎么还能怪到我头上 是脑子进水了吗 放屁 杜龙海瞪大双眼 如烟跟我感情那么好 没有你从中作梗 怎么可能拉黑我 你这个心胸狭隘的王八蛋 敢做不敢当 他一边说着 一边撸起袖子朝我冲来 似乎要帮柳如烟讨回公道 你滚 原本坐在沙发上的柳如烟 蹭得起来 抬手甩了杜龙海一巴掌 这 杜龙海猛了 我也一愣 像从前 柳如烟甭说打杜龙海了 压根骂都舍不得骂 恨不得捧在手心里 生怕化了 你居然为了徐子晨打我 之前你不这样的 杜龙海捂着脸 委屈地说道 啪 柳如烟又是一巴掌甩了过去 怒道 滚滚滚 立刻滚 从我眼前消失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他说完 便去卫生间抡起托把 杜龙海虽然气 但也没办法 只能灰溜溜地跑了 柳如烟把门一关 然后微微低着头对我说 对不起 吵到你了 我已经和杜龙海断绝来往 以后他不会再来 反我们这么认真的道歉 我是第一次见到 但就像闲置的相册一样 早已失去意义 与我无关我转身 以前我那么在意 想尽办法沟通时 柳如烟置之不理 如今我已弃权 柳如烟反倒跟杜龙海 断绝关系了 人啊 有时候确实挺贱的 吃着碗里 却又看着锅里 握在手中的不知珍惜 非要拿些别的 最终只能一场空 紫辰 今晚我们能否好好沟通一下 你再重新考虑 要不要去支叫柳如烟喊道 我没有回答 把行李箱拽到书房 锁上了门 终于 柳如烟愿意和我沟通了 可一切都太迟了 我那刻曾经围着柳如烟 转个不停的心 早已死了 这一夜 柳如烟没再打扰我 我睡了个好觉 等到第二天清晨 拽着行李箱走出书房 就看到柳如烟蜷缩缩在沙发上 她的脸色苍白如纸 面容憔悴不堪 双眼布满了鲜红的血丝 浓重的黑眼圈 仿佛在诉说着昨晚的煎熬与疲惫 我丢下钥匙 往外走去 柳如烟突然像发了风一样 手脚并用紧紧地抱住我的右腿 泪水如绝地般涌出 含糊不清地哭喊道 紫辰 求求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真正爱的人一直都是你啊 她抬起头 满脸泪痕地看着我 眼神中充满了悔恨和哀求 曾经的我太过自私和愚蠢 一直没有意识到你对我的重要性 我总是忽视你的感受 对你的付出视而不见 甚至还无情地拒绝了你 现在的我终于知道 被人拒绝被人漠视 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折磨 那种感觉就像是身处地狱一般 柳如烟哭得撕心裂肺 全身颤抖 你终于能明白我的感受了 我苦笑 对不起 紫辰 我错了 求你别走 我们重新来过 好嘛 柳如烟眼巴巴地望着我 继续说道 不好 我们结束了 我推开柳如烟离去 紫辰 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去找你 身后传来柳如烟崩溃的哭声 放在以前 我肯定心疼地回去给她一个抱抱 现在 我却加快了步伐 我好不容易才捡起自己破碎的尊严 又怎么能回头 我坐上了火车 删除柳如烟一切联系方式 望着窗外景色 告别这段爱情 曾经 我们的爱 也深深温暖过彼此的心灵 那时 杜龙海爱上海归富家女 单方面与柳如烟分手 所以柳如烟深受打击 整日消沉 成绩也下降 经常坐在操场发呆 我鼓足勇气 找柳如烟聊天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经过一年 柳如烟渐渐走出阴霾 展露笑颜 和我嬉戏打闹 暧昧上头 我表了白 柳如烟同意了 从学院到步入社会 整整四年 我本以为柳如烟 早就忘记了杜龙海 我本以为 自己占据了柳如烟心中所有 我本以为 能和柳如烟 从青丝到白发 然而爱情的变质 往往在一瞬间 在杜龙海重新出现 柳如烟愣神时 我就知道我输了 但我不甘心 毕竟四年感情 朝夕相处 我经历了 可惜 有些努力总是徒劳 有些爱总是心力交瘁 吃觉的地方 虽然条件不怎么样 也很忙碌 但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繁华 只有宁静与祥和 每当感到疲惫 或者困惑时 我常常漫步于山间小道 感受着微风拂面 吹散所有烦恼 给我一切答案和力量 本以为日子 会这么安稳地过着 可终究被柳如烟打破了 学校给我打来电话 说柳如烟每天都去学校问我在哪支教 出于隐私 学校不愿告知 可柳如烟不肯放弃 在学校一等就是一天 昨天突然暴雨 柳如烟没带伞 就这么站在雨中等了几小时 最后晕了过去 学校怕再出意外 只好将我支教的地方 告诉了柳如烟 我听完 既没有感动 也没有放心上 更不觉得柳如烟会跑山区来 毕竟柳如烟一直想留在大城市 过红灯绿酒的繁华生活 过了几天 我正带着孩子们上体育课时 呼地看见校门外 站着一个熟悉身影 是柳如烟 他蓬头垢面 嘴唇干裂 裤腿上沾满了泥土 甚至不少已经干涸结块 我微微一愣 没想到柳如烟真的找来了 毕竟山路崎岖是很难走的 没几个人能坚持下来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柳如烟就体力不支地瘫坐在地 我将他抱到屋里 递去一杯水 单单道 休息一天就回去吧 又抱我又给我水 明明很关心我 紫辰 我们复合好不好 我留在这陪你柳如烟 抓着我的手 说道 多么熟悉的情形啊 以前柳如烟冲我笑一下 我如沐春风 递给我一个苹果 我就觉得他爱死了我 哪怕一句抱歉 我也感动好久 然而 都是自己想太多 别误会 我怕你在这出事 倒是我和学校要担责 孩子们有所学校读书不容易 我淡淡地说完 便走出屋 继续给孩子们上体育课 但柳如烟没有就此放弃 一大早 柳如烟就给我准备早餐 煮了一锅粥 里面放了特意带来的燕麦干果 但我没喝 全给了孩子们 每节课后 柳如烟都会给我准备一杯蜂蜜水 要我润润嗓子 我仍然给了孩子们 自己只喝白开水 中午柳如烟又要给我开小灶 但我照旧给孩子们 晚上柳如烟要伺候我洗脚 给我抹一些护肤品 恍惚间 我和柳如烟互换了角色 如今是他讨好我 而我无动于衷 也没碰柳如烟一下 每晚睡在教室里 同时 柳如烟的到来 也很影响我的支教工作 他不教课 成天围着我转 相当于多了一个闲人 总归是添乱 我很烦躁 这晚柳如烟给我端来一盆洗脚水 我将他拒至门外 沉声道 我是来支教 不是来享福的 你这样做 让别人怎么看我 我只是想让你吃得好一些 过得好一些 柳如烟抿着嘴唇解释道 我要是吃不了苦 跑着干什么 你走吧 这里不适合你 我声音大了许多 原本平静的心 这一刻终是被惹出了怒火 我不走 我就要赖在这 等你原谅我为止 柳如烟跪了下来 泪水如断线珍珠般不断滑落 你不值得我原谅 我冷冷一句 便关上了门 紫辰 门外传来柳如烟 带着哭腔的呼喊声 但我充耳不闻 求你开开门好吗 我知道以前的我 太过自私自利 我会做出改变 我都听你的 柳如烟继续苦苦哀求道 声音中充满了懊悔 然而 不爱的就是不爱了 这些话语并不能打动我 已经破碎不堪的心 过了几小时 门外才没了动静 我以为柳如烟放弃了 明天会离开 但没想到柳如烟在外守了一夜 最终病倒 我赶紧找人帮忙 送柳如烟去外面治病 临走前 柳如烟眼巴巴地问我 你不陪我一起吗 我摇摇头 不愿再陷入 与柳如烟的纠葛中 那一秒 柳如烟神色暗淡无光 我没说一句安慰的话 既然分手 那就彻底 一个月里 再也没有柳如烟的消息 我也没有打听 后来 原学校的同事给我打电话 说柳如烟给我留了一封信 要学校帮忙游记 我纳闷柳如烟 为何不自己游记时 同事告诉我柳如烟正在服刑 原来 杜海龙和柳如烟的闺蜜 搞在了一起 两个人还特意去找柳如烟炫耀 尤其是杜龙海 不仅嘲讽柳如烟是个玩物 还要柳如烟 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 柳如烟一气之下 趁两人不备 摸起刀一阵乱统 嘴里还骂着 都是你们害我和紫辰分开 都是你们破坏了 我和紫辰的感情 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最终 杜海龙当场死亡 闺蜜重伤 而柳如烟背叛无期 不久 柳如烟的信 终于到了我手里 紫辰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在狱中了 我不怨任何人 也没有资格埋怨一切 都是我的咎由自取 我弄丢了你 也弄丢了整个人生 对不起 跟我在一起那么久 委屈你了 对不起 我还爱你 全文完